老师透过线上教学让学生在家停课不停学 在全国进入疫情第三级警戒后 各级学校也同步停止上课 并因应疫情严峻延长实施到6月14号 许多家长都很担心期末考该怎么办 会不会因此取消 金融市长刘昌昌表示 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 各级毕业生取消期末考 至于其他年级学生期末考是否取消 或要采取何种形式评量 则由各校自主决定 为了避免家长与学生无所适从 牛昌要求就用世属各级学校 最晚在6月4号做出决定并上网公告 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长 因为全国实施疫情警戒三级的时间延长 教育部已经有一个通令 也就是高中以下学生毕业生的毕业考 期末考跟补考 包括国小六年级 或者国中九年级以及高中三年级 学生的毕业考期末考跟补考 各校可以采取多元方式来进行评量 所以从中央已经把这个做了松绑 那我们基隆士呢 我们采取的方式是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会比较弹性开放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我们认为各校的评量的方式 次数还有这个权重 它是依据我们每一个学校课本的一个教程去做设计的 那它也是依据各校不同的课程计划来施行 所以每一个学校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基隆士采取的方式是尊重各校的一个校园的一个专业 以及学校的一个自主 我们不会做统一的规范 我们会请基隆士各校会寻程序 在这个礼拜 在这个礼拜内要决定 并且把决定之后的方式呢 公告在学校的官网上面 那决定并且公告之后 学校会主动透过School Plus免费的这个APP 或者其他的方式主动的来通知 让我们所有家长能够窒息 据了解基隆士共有四所市立高中 15所国中及39所国小 对于期末考问题 基隆士政府教育处方面 也在6月2号全市校长视讯会议中 提醒各校紧述讨论做出决定 并在期限内公告周知 让家长与学生安心 记者张其滩基隆报道